台北市议员秦慧珠接获通知 16号下午2点多 发现一位街友抽搐陆倒在松山持幼工前的起伏中下 且发烧到40度 金松医人宣告不治 索性筛检后并没有染疫 但也让当地居民担心 万华区街友转移到其他地区增加传染风险 万华地区因为疫情严重 使得很多游民也不愿待在万华地区 而可能向其他的区去扩散 松山地区两天前就发生了一个陆倒的游民 他抽搐而且是温迷不醒 最后发烧到40度 被送到当地的医院 第二天就传来他已经死亡的讯息 但是他的身份未明 也没有检查是不是染疫 使得当地的居民跟里长都非常的恐慌 他们呼吁政府赶快来做消毒 同时希望社会局能够辅导万华地区的游民 能够做一些管理 不要到四处去游荡 而就算他不是万华地区来的游民 当地目前如果出现游民的话 恐怕也会造成一些防疫上的问题 所以社会局治安单位 应该重视这个游民路导的情况 疫情严峻 秦惠珠也呼吁社会局拿出方案 紧急安置万华区游民 以免游民因避疫而四处游走 反而造成更多的卫生与治安问题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